下面解释定居 定居什么意思 直真定居 那三居之一 三居包括一切众生 居就是内 一类一类的 佛法众生分为三大类 简称叫三居 三居之孙 同于大小城 但是意思有几种说法 都是经常有的 一者 镇定居之 必定正五者 也就是 大吃大悟 明星见星 这是镇定居 这里面也很多 你看 一阵法器 十八庄严图 用华严阴来说 粗诸菩萨就镇头 这里头有 是柱 是心 是回向 是地 灯球 四十亿位 发生大死 他们住在这个地方 没有明星 没有明星 坚信 去不了 他在哪里 也不知道 在净土 在净土 叫基罗世界 在释迦牟尼佛 叫华藏世界 在密宗里面 叫密言世界 那实际上是 一二三三而已 这个里头 没有 隔离点 它是一体 名字不同 四十是一样的 密言就是 进土 进土就是活泽 差别很小不大 殊胜 祝佛 赞叹 基罗世界 基罗世界 跟他们一样 好像比他们更圆满 为什么 阿弥陀佛 建立基罗世界 跟他们不一样 他们是一般的方法 断物修现 吉功略德 达到极促 这个世界心情 那么阿弥陀佛不是的 阿弥陀佛除 断物修现 吉功略德 之外 他还有四十八运 这就不一样了 那四十八运 是他老师 教他的 他的运 要成就 帮助一切苦难众生 有一个好的修行道场 教大家一生当中 都能圆满成就 这个愿太大了 稀有 真正稀有 很多人没想到 他想到 那怎样才能建一个 理想的道场 帮助他们的 他的老师 世间自在 王府 就告诉他 你先到 舍坊 祝佛 插土 去考察 现在叫考察 去参观 去休息 去人之长 谁人之短 那换句话说 极乐世界是极 一切诸佛 插土 为好之大臣 一切诸佛世界里 好的 他那里都有 不好的 他那都没有 你比如想 这边叫 行貌 差别 一切诸佛插土里 都是有差别 有差别有什么麻烦呢 相貌好的人 傲慢 瞧不起 相貌差一点 丑陋的人 感觉到自卑感 这就生烦恼啊 他不希望 有人生烦恼 大家相貌都一样 美得比 这个法子好啊 所以这一点呢 就比一切诸佛插土的 熟悉 华藏世界 没有说 行貌无差 没说 而且呢 华藏世界 有啊 行貌有差别 极乐世界 没差别 密言世界 也有差别 只有极乐世界 没有啊 这是阿弥陀佛 法的殊胜大愿 就是48愿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所以极乐世界 容易成就 到那个地方 烦恼不断 自然 不起 为什么 没有会让你生烦恼 的地方 你相貌 大家一样 福都想到了 这个顶线 这个顶句就是真顶句 毕竟 毕竟政府 毕竟大扯大悟 民心建计 到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保证 你要是 勇猛精进 那就很快成就 那么第二种呢 写定句 鼻竟 不正无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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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会开悟的 这是邪定句 不会开悟 他可以得清净 亏得平等 他没有办法救 第三类呢 不定句 介于 前两者之中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语言不同 该有语言 则政务 无语言 则不正无语 纵然有这个善根 没有缘分 没有遇到语言 就不能证悟了 有语言 他能证悟 这个语言太重要了 我这个夜深 遇到语言 要不遇到语 早就不在世间了 我的寿命只有45岁 我真相信 我们有三个同学 我其中之一 没有出家之前 我们就认识 以后我出家了 他们要跟着一起出家了 大概差一年 我们同年 命运都相同 这个看相算命 都说我们过不了45岁 45岁那一年 三月 法荣走了 五月 明年 明年 走了 七月 我生病了 我一想 时间到了 所以我也不看病 也不吃药 因为我想着 医药 只能治病 不能治病 受命到了 这有什么用处 所以我就念佛求生建筑 念了一个月 便考虑 阿妮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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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